中国的金雕CR500无人机有怎样的特性 其对于中国在无人机上的发展有着怎样的作用 将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我们都知道 近年来各国都十分注重对无人机的发展 这也使无人机在各国的军事领域中 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因此越发受到各国发展的青睐 其中中国就是一个显著的代表 近年来中国在无人机的发展中 也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就 也研制出了许多的无人机 并且在军事和民用领域都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并取得了较大发展 近日有消息称 中国研制了新款无人机 这就是中国国产的金雕CR500无人机 这一款无人机不仅具有中国国家知识产权 而且已经完成了系统的全面安装和验收 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的这款金雕CR500无人机 不仅满足了中国国内的使用 而且现如今也具有了对外出口的能力 这也表明中国在无人机领域上的发展 取得了重大突破 那么金雕CR500无人机是怎样一款无人机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 据悉金雕CR500无人机属于一款无人直升机 且其性能已经达到了国际同类无人直升机的先进水准 中国的金雕CR500无人机的挂架采用一身融合的短翼设计 短翼与机身融为一体 既能增加机身空间 多容纳燃油等也有利于减少雷达散射面积 增加隐身性 提高战场生存能力 此外 金雕CR500无人机虽然体性看着很小 但是其重量却达到了惊人的500公斤 飞行高度4000米 最大航速140公里 在满载状态下的续航时间可以达到5小时 如果用于作战 岂可搭载150公斤的武器 并可携带4枚8公斤导弹 战斗半径达到了150公里 能在6级大风天气情况下实现自主起降 这主要得益于其采用了共轴反桨发动机的布局 通过上下两片桨叶向相反方向旋转 一次来抵消旋转力距 这不仅省略了伪奖和伪良 还提升了推力功率 因此大大强化了该机的稳定性和悬停性 这就是金雕CR500无人机的总体结构紧凑 可以在狭小空间进行起降 稳定性豪 抗风能力强 甚至也具备有上舰的可能 并且适合在各种复杂地形进行行动 能够发挥出最大程度的适配性 金雕CR500无人机与传统的固定翼无人机相比 由于飞行速度可以放慢 因此对战场的侦查以及对目标的搜索能够更加仔细 加上其安装了光电传感器 通过光电传感器的支持 这就可以使其在空中完成细致搜索目标和情报获取 这主要得益于这款光电传感器 因为其内装有红外摄像系统 红外夜视系统 激光测距系统和火控照射系统 因此即使是在夜间行动 也可以对敌方目标的情况了解的一清二楚 具有很强的适配性 觉得一体的是 中国金雕CR500无人机最大的量点就在于 装备了8枚蓝箭9型空地导弹 每颗导弹装填入单管导弹发射筒 机身左右2亿各有4具导弹发射筒 可以对导弹阵地 雷达阵地 军火库等高价值目标发动精确打击 具有十分抽色的实战能力 此外 金雕CR500无人机还可以携带大口径机枪 榴弹发射器 用于打击地面人员发挥出巨大的打击作用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 中国金雕CR500无人机拥有超强的打击能力 将发挥出最大威力 予以敌人以最大的打击 其不仅能够承担反坦克和城市作战任务 还能够执行更广泛的任务 此外 凭借其搭载的蓝箭9型导弹射程 可以达到6000米 凭借这款导弹 金雕CR500无人机 可以猎杀6000米以内的一切目标 包括低空的直升机 具有极其巨大的破坏力 其火力堪比5直9能够摧毁一个师 所以中国在看到了金雕CR500无人机 具有如此大破坏力 因此就大力加强对其的发展 这就要通过运用无人机封群的技术 因为金雕无人机一次能携带8枚反坦克导弹 拥有反坦克装甲能力 如果采用集群化出击的话 那么将给敌方装甲集群造成毁灭性打击 且近年来 中国在无人机集群能力的发展方面取得了稳步进展 在这一过程中 中国经常利用先进的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 来进行对无人机集群能力的发展 就像潜水艇和空间站一样 可以用大型飞机或轨道飞行器发射一些无人机和智能武器 用潜水艇的鱼雷发射装置 发射一些潜水艇和一些智能挖人 而中国的无人机航母就将成为无人机的发射器 以此来打造中国自己的无人机封群 来发挥无人机的最大级战力 这里说到的无人机封群战术就是无人机集群化作战 多梯队 多角度进攻 分工明确 近年来 中国在无人机集群能力的发展方面取得了稳步进展 对此也做了专门的研究 这就是中国的无人机封群技术居于世界前列 就连美国都尚未掌握 因此这就是中国净雕CR500无人机 在有了这项技术优势后就可以挂在空地导弹 就具备了打击地面坦克方面的能力 据消息显示 中国净雕CR500无人机该机具备了挂在激光炸弹的能力 这就促使其在反恐防暴等快速反应的任务中 将作战半径达到150公里 可以有效保证人员的安全 因此来实施精确活力打击和侦察 而且其本身就具有如此强大的打击能力 这就使其在得到了中国无人机封群技术的加持后 就有了更强大的活力 因为成群的无人机非常具有迷惑性 这也使对手很难找对目标进行打击 或让敌军自乱阵脚 盲目逃窜 因此可以起到最好的扰乱作用 此外 这样大的无人机封群也拥有巨大的灵活性 因为单个无人机不需要执行较大集群的任务 而集群中的任何一架无人机 都能配置携带单一任务所需的设备 所以这也具有很强的机动性 可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和节省成本 起到最好的作战效果 此外 随着中国在无人机方面取得的飞速发展 尤其是中国的无人机群的发展 这就是中国有了无人机航母 因此这就可以为金雕CR500无人机提供重要的平台 因为其自身无法编组成军 就需要有这种无人机航母的支持 就可以发挥出其最大的战斗力 中国的无人机航母具有很强的适配性 既可以与较大的水面行动舰队协同作战 也可以干扰敌方海上和空中的行动 可以更好地发挥无人机风群的作用 发挥最大的破坏力 因此 中国的金雕CR500无人机也可以与其很好的配合在一起 发挥出最大的战斗力 因此来实现最大的战斗效果 因此 中国的这款金雕CR500无人机 由于其具有的超强性能 因此可以很快被中国空军推广使用 在中国的各个领域将发挥出巨大的作用 相信在未来 其将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